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您来看 2024总统大选进入倒数 为了要维护选前治安 警政署在全国同步进行 速枪扫黑及打炸的行动专案 警方敲开玻璃大门 进入炸气机防疫压制炸乱成员 及查扣相关证物 还有破门攻坚瓦解黑帮组织 及北中南搜索查扣非法枪支 及改造工厂 为了维护选前治安 警政署全国同步进行 速枪扫黑及打炸行动专案 动员8000多名警力 在专案期间破获多个帮派组织 逮捕412人 查获87支非法枪支 及改造工厂等 我们针对这一波的这个 等于是枪械工厂部分 必加工厂部分 查获有7处 那查获的案件呢 有56件 那有这个87支的这个非法枪械 当然我们看到现场有部分的这个枪械 另外呢 我们的这几部分呢 我们有获获70件 那查获的人数呢 有412个人 那在这个 他们方派滥雨为生 或活动经常活动的 或者是这个为室的处所呢 大概有2354处 针对影响国人生活的诈骗犯罪 刑事局方面也透过情知 研判分析 在专案期间破获炸漆水防6件 急运出炸漆机房 并逮捕炸团成员 专案小组是结合我们的 侦查跟我们的业务部分 来做一个这个 情知的分析 那这一支情知分析 我们这一期 大概将近有10件的情知 那我们刚刚听到 我们各位外勤队 也有根据我们这些情知呢 有查获呢 这个有6处的水防 有一处的机防 查获的这个诈骑案件 有277件 那有1565个人 那查获的不动产 大概有9处 那查获的新台币 大概有18000多万 还有其他的车辆 大概16辆 在破户的277件诈骗案中 以假投资约200件最多 新事局方面特别说明 诈骗集团的手法 提醒民众注意 避免受骗上当 他会在网络社群上面 来投放假投资的广告 那并且 保镖码保证获利 勿赚不黑 那等到被害人 点击了这个广告之后 那再将被害人加入 赖的好友 那再来加入这个群组当中 并且在群组当中 来做投资的教学 还有分享 标普获利的一个情形 那等到被害人 有所心动之后 在诱骗被害人 来远检下载这个 假投资的APP 那接下来 再指示被害人 将所要投资的这个款项 交给前来面交的车手 或者是 会款到指定的这个账户 那么这个时候 被害人 他很难不知 自己已经受骗了 刑事局长周又为表示 警方除了持续 数枪扫黑打炸 并利用各行政措施 结合相关政府部门 从源头拦阻犯罪 同时推动修正枪炮 弹药管制条例 纳管模拟枪子弹零件 增定功能开枪刑罚 阻断不法改造枪械 及售使开枪行为 以有效维护社会治安 记者张启腾 参访报导 2023台北国际旅展 11月3号到6号 在南港展览馆 一馆盛大登场 台北馆推出了八大优惠 邀请国内外的游客 到台北来一趟冬季浪漫之旅 2023台北国际旅展 11月3号到6号 在南港展览馆 一馆盛大登场 台北市观光传播局 以冬季台北绚烂之旅 为主题 推出台北馆 祭出八大优惠西客 邀请国内外旅客到台北跨年泡汤赏灯 提前规划一趟台北冬季浪漫之旅 像捷运公司的捷运跟Hello Kitty的 这个联名限量的一日票 还有北北七桃的两日三日四日的 畅游景点票等等的 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亮点 还有到我们的台北馆来呢 也可以来玩我们的叫做 蔡登敏的互动活动 来炒热来预告我们 2024台北登节 即将要办的这个活动的时间跟内容 那另外在这里也有提供 温泉的这个优惠泡汤券 还有这个餐券等等的 我想我们的各地的朋友们 能够到台北馆来 一定可以让你这个不需此行 那台北接运因这个 疫后的观光热潮 那我们这次呢 特别跟观光传播局一样 一起参加这个ITF这个 全年度最大的旅展 那现场有很多的好看 那这一次呢 因为我们台北接运有很多的会员 所以我们这次特别呢 推出很多宠爱会员的活动 只要来旅展现场 就可以换猫兰的一日券 儿乐的这个六次票 然后还有这个冰上六远的滑冰券 那另外呢 我们这次还有特别跟三立欧合作 推出旅展限定的一日票 那这一次呢 也是我们首次跟日本的东吴铁道合作 赠送这个会员 限量的这个东京晴空塔的半价优惠券 那欢迎所有的好朋友都在旅展期间 来台北接运的这个摊位呢 来领好礼 观传局长王秋冬表示 众所期待的台北最害新年城 2024跨年晚会 今年将打造多元舞台活动 接下来2024台北登节也将在城西区盛大举办 邀请民众来台北游玩 感受台北的多元魅力 台北最害新年城 我们除了大家非常熟悉的101的这个烟火之外呢 我们在目前的主舞台会有一些非常知名的歌的演艺人员来进歌热舞 那另外我们今年都增加了四个主题乐园 主题的舞台 这四个主题舞台呢 分别跨越不同年龄层所喜爱的活动 包括老歌演唱等等的 那而且这四个舞台的位置都能够看到101的烟火 所以我们也鼓励每一个林林省的朋友都可以到台北来参加这个跨年活动 可以得到您所喜欢的 也许你喜欢老歌 这里就有老歌 所以欢迎大家到台北来跨年 台北市拥有交通便捷的优势 旅展中也推出许多超优惠的票证 提供民众安排选择 搭配泡汤住宿餐饮优惠 让民众省荷包畅游台北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台北国际旅展第二天迎来周末假期 吸引了大批的民众前来 国内外旅游业者也疯狂祭出好康的优惠 像是国人最爱的日本自由行万元有找 韩国知名Jump Show热力四射的演出炒热现场气氛 还有航空公司用飞机涡轮挑起民众出国神经 台北国际旅展第二天 现场大批人潮各个手拿店仔细比较 旅游业者也寄出超杀优惠 像是台湾民众最爱的日本自由行万元有找 还有才宣布开放台湾免签的泰国也是热门选项 因为ITF最主要是我们整年度最大的旅游展览 那我们除了我们一般团体的第二人折四千之外的优惠活动 那我们旅展现场有特别为下沙很多的一个商品 像我们现在只要那个冲绳机家酒自由行四天三夜的话 我们只要七千九百九十九 旅展现场我们还可以做第二人折两千的一个优惠活动 那我们的一个九州左赫自由行四天跟五天 这两个出发日期的指定的区间在11 12月份的话 我们是九千九百九十九含税 我们旅展现场的话东京自由行最低价是一万两千九百九十九 那大阪自由行我们也下沙到我们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九 那近期起来我们泰迁啊 有开始有实施免签证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因为这样的一个政策 我们团体旅游的话 我们旅展现场最低只要一万五游找的一个优惠活动方案 由于这次台北国际旅展是去年十月国境开放后 满周年的首场国际旅展 旅游业者也观察到国人出国旅游 仅恢复至疫情前的八成 因此更是卯足全力 刺激民众消费欲望 以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数字来讲的话 在整个今年度的一个旅展的话 ITF的流量还是非常人数非常多 那因为人数多啊 我们今天的一个订单 相较于去年跟今年整年度的一个旅展 第一天跟第二天的一个效果 我们将近成长了百分之十五 至二十左右的一个人数 本次台北国际旅展 总共有1300个摊位餐展 不管是国内外旅游 还是机票住宿团体或自由行 还有饭店餐券等都应有尽有 民众想捡便宜可得把握机会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基隆市政府在台北国际旅展中 打造基隆馆 攜手在地的业者 大力宣传基隆特色的美食办手礼 及秘境景点 邀请全台各地民众来基隆吃喝玩乐 画面上是台北国际旅展的现场 许多对旅游有兴趣的民众 不断的来到现场 基隆市政府这次特别规划了一个基隆馆 官销处携手基隆在地的美食办手礼 及文创商品等业者一起来参与 吸引各地的游客不断的来询问购买 索管酱老板娘很热心都有试吃 那我们吃了觉得其实 产品很实在很好吃 也没有人工调味 那老板还特别介绍这个手工煎饼 还有蛋卷 我都觉得比那个老街的还好吃 像这边的话就咸檸檬酱 觉得还蛮好 蛮好吃的 那可以加气泡水 对 然后还有基隆三宝 他们介绍的 觉得应该不错 这个网样咸檸檬呢 它是我们基隆在地的水果店 也是我们这个严选 就是水果都会严选 那它这次严选是小龙檸檬 跟海盐去制成的 对那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的这个国胜行的香肠 它是用飞鱼卵 也是我们的基隆好物 就是有得奖的 那再来呢就是我们的甜不辣饼干 甜不辣呢就是我们基隆呢就是特色嘛 所以我们把它做成这个 甜不辣的形状 对那这三样东西 也是我们今天现场的 卖得非常好的 也可以到维托航故事馆购买 对 锁管小卷 然后还有什么中卷啊透抽啊 到底有什么分别 他们会询问 那那询问的时候 我就会跟他们解说 解说的时候又试吃 觉得它不错 很鲜嫩很鲜甜 而且很Q彈 所以说它时间没炒的时候 它回去就购买力蛮高的 那另外还有一款就是我们刚 去年才开发出来的产品 这叫做千层豆腐盐的手作煎饼 那这个煎饼呢就是仿我们 北海岸的豆腐盐去开发出来的 把那个海藻 直接实存 只要包在那个夹层当中 然后采低糖低油的方式 一片一片的酥脆可口 我们就带来我们巴豆族的特产 其实最多型温度 就是我们巴豆族的特产小卷 跟飞衣卵 那是比较在地性的吧 所以客人只要看到这种东西的话 比较特殊啦 像我们小卷的话就去盐除被 那飞衣卵的话就是 经过很特殊的那个 帆续的工序以后 才做成一瓶酱料 所以像这两种产品的话 在我们展场 还是在我们一般的那个卖场 生意都不错 行温度都很高 旅游过程中 交通工具更是不可或缺 因此基隆馆这次 也有机车租赁平台参与宣传 那我们目前 从基隆开始的时候 我们现在前台已经有72家 的一个门市 跟合作店家这样子 对不对 那我们也透过数位化的方式 来让来基隆旅游的客人 他今天可以提前预约 确保说来到基隆一定有车 那透过我们的机车的服务 他可以选择比较短期的使用 也可以选择用长期的 市政府官销处代理处长郭宪平 也来到现场 为参展业者加油打气 欢迎游客到基隆来玩 基隆馆的现场 也规划热闹的游奖侦达活动 跟现场民众来互动 冰海骑机油送给你 好不好 记得要来基隆找我玩 好不好 第二条你想去哪里玩 基隆深夜油 好不好 最后一条大哥想去哪里玩 纯白虽构油 纯白虽油去当网妹 好不好 这条真的很适合当网妹 而且是新的景点 新的景点 游奖侦达带出这次基隆的主题 遇见海港巷弄秘境 共规划了三条体验游程 包括基隆深夜油 滨海骑机油 纯白卸垢油 串联其美食班手里 跟景点秘境的故事 让外地游客 能深度探索基隆 体验基隆的好山好水好空气 绝对可以让游客收获满满 来过还想再来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台北报道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隆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隆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隆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阳光基金会议每年陪伴近400个烧伤严损儿家庭 走过艰辛的复建历程 为了要帮助阳光孩子及家庭自信成长 重整校园 邀请知信作家谢哲青 与阳光孩子一同拍摄公益影片 呼吁大众营造更友善的成长环境 10岁的希希在10个月大时 因为意外全身30%面积烫伤 伤势片及脖子胸前及肩臂等处 历经三次青创直皮手术 每次住院长达一个多月 直到现在她仍然持续重建手术 并到阳光基金会进行复建 直皮手术跟青创 青创的手术跟直皮手术 都要每一次做手术都要一个多月 住院 住院就要一个多月时间都在医院 光是青创跟直皮手术的部分 然后她都很努力地去面对 我们她的手就是 晚上都会常常做噩梦 然后到小学的时候才比较好一点 之前都会一直做噩梦 因为她是才10个月大的时候 很多哺理师治疗师 帮忙做復健 做復健 然后有心理师跟她聊聊天 她就是基金会的做医疗跟復健的服务 经验都很丰富 姐姐跟我们分享的梦想是什么好吗 当一位医生 想当一位医生 很关键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想当医生 赚了钱就 小珍出生时小腿以上满是紫青色的胎剂 爸妈原本期盼能逐渐消退 但随着成长 小珍脸上的胎剂却越变越深 常引起他人的注意及询问 在阳光基金会补助下进行雷射治疗 历经五次疗程 逐渐改善脸上的胎剂 医生告诉我们这个叫猛骨斑 然后说六岁以前很消失 那但是身体是有 身体有在消失 那眼的部分的话 因为越来越黑 你看她这个脸其实有做 有点大力 你可以记住过来 她这个脸其实做了有次的治疗 所以现在比较淡一点 她其实是个很活泼的 看得出来了 她从小就是很活泼 她在小一的时候突然变得很安静 我们想说是在学校的时候欺负还是什么 问她她还是都说没有 过我们后来想一想 是想说 可能因为脸上的关系 从小都被人家问说她怎么了 她也就是说 欸你怎么打这样 她打蕾式的过程是非常痛啊 嗯 你怎么面对的 我找 你看她们讲 你看她们讲 我找旁边的医生去聊天 然后转移注意力 这样就比较不会痛 就会比较不会痛 可是痛的时候 你会痛吗 喜欢痛的时候可以哭吗 可以哭吗 可以哭吗 一下下可以 你们觉得这张图画的是什么 我阿嬷家的袜子 大象 一个人倒在棉被下面 都对 实际上呢 眼睛只能看到外表 用心呢 你可以发现更多 为了帮助阳光孩子及家庭 自信成长 重展校园 阳光基金会 特别邀请行走的百科全书 知信作家谢哲青 与阳光孩子一同拍摄公益影片 呼吁大众同理支持阳光孩子及其家庭 营造更友善的成长环境 小郑非常非常乐观 刚刚有看到的 现场他更活泼 他画画的时候 他完全都不想听你这样 然后希希也是一样 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勇敢的 来谈论自己的梦想 非常的正向 相对的 就是我觉得 我们会用太多太多的想法 跟眼光 来思考这件事情 那在阳光扶持下的孩子 实际上 他们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事故 他们一定是聪明的事故 而且他们非常非常的善良 他们即使在生活中 他们面对很多显性的 跟隐性的 不同的 不然假設恶意 但是他其实有些是无心的 但是他们呢 都概括承受之后消化掉 他们不会轻易的闪现出来 相对之下呢 我们在他面前 显得有点幼稚 在孩子前面 所以呢 跟他们的互动过程中 其实非常的开心 在阳光经营会 有许多的治疗师 心理师跟社工 所以呢 就是在这方面呢 可以给孩子们 一个非常全面的心理的安全网 我觉得这样 在他们最后的过程之中 他们知道 让荣友人在旁边扶持他 或者是拖住他 那另外呢 我觉得这一次我知道的 就是 阳光把进入到校园 来进行宣导 那让孩子在回归校园的时候 就怎样去创造一个 更友善的校园环境 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阳光除了提供 由社工心理师跟治疗师 所组成的专业团队 来协助他们进行生理复健 跟心理方面的支持 之外呢 我们也提供医疗补助 那因为这些 在稍长严损孩子 他们都需要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治疗 要做手术 然后要长期的复健 所以我们就是提供他们医疗补助 能够让家庭能够 比较安心的去陪伴孩子 可以接受度过这个漫长的疗程 那另外当孩子需要进入校园 或者是回到校园的时候呢 我们提供了就学宣导 最主要是帮助校园的这个师生们 能够来认识阳光的这群特殊的孩子 那他们的以及他们的处境 那帮助我们的 受伤严损孩子 能够在比较友善的环境中 能够一样快乐的学习 此外我们颁发奖助学金 等于说从小学到研究所 其实都有条件来申请我们的奖助学金 希望透过奖助学金的颁发 以及在过程当中我们设立 设计了很多激励的这些活动 增加他们的自信 能够让孩子们更好的装备自己 能够提升他们的自信跟自尊 陽光基金会每年服务 约400位烧伤严损儿 从前端生理附件 心理支持到回归校园 提供完整生心理重建服务 邀请社会大众捐款 支持烧伤严损儿 身心理重建服务经费 成为他们背后温暖的力量 记者联系会台北报道 中华都市更新全国总会表示 全国屋林超过30年有500万户 台北市也超过70万户 显示居住安全不能等 在高峰论坛中就多元的面向 启发全国对居住正义 与安全的重视与关心 恭喜中华政治编辑全国总会 十年有成 集结了相关里面的专业人士 用心打造都更的交流平台 第十届都更新展望论坛展开 就台北市都市再生的推动 公办都更愿景 围绕重建都更展望等主题 来探讨 创造产观学界都更交流 我们这次的论坛 是已经是半地十届 有关这个国家未来民众 对这个围绕都更 我们超过都更总会非常重视 所以我们每年举办的一次 今年的四大主题 跟往来的主题都不一样 我想这个我们想大家 今天这个活动 往来应该会有很大的收获 我们国家成立了国家制度中心 这几天来 史诗都跟三华 前世都到位了 那小基地也能参加重建 加上都市更新 条例的前面关系 现在的队队 可是变了变了变了 连外岛 马族 金门 澎湖 地区 也都开始进行 老旧都更 都 房屋的改建 那么2015年以前 我们台湾 总共有534件 那目前呢 我们国内呢 已经达到4283件 已经开工的 已经达到77% 所以我们呢 称为围绕都更的教户 内政部 华处长 他在执行政府都更 围绕政策上 由他努力深入了解 问题修法克服的坚持啊 才有今天的成绩 我想都市更新 进入到可以展望 其实背后大家的努力 当然怎么样把都更围绕 推动得更广更顺畅 让大家对未来的改建 越来越有希望 绝对是大家共同的期待 我想无论是政府或者是民间 大家一定要继续努力 大家也知道 这些年来 我们都更和围绕 逐步的成熟 到过去这几年来 大概一年围绕案件 全国大概可以超过800件 都更大概都可以超过80件 而且来大概一年有900多件的 都更加围绕 场观学之间 结合起来的那一个量的 更多光注整个城市环境的 改造 所以说无论如何 今天这个题目 都更新展望 其实对政府是莫大的挑战 但是这个挑战 却是民众最期待的事情 所以说大家好 论址 论坛闪述及讨论 中央及地方都更新政策 让社会各界认识 了解多元都更展望 也协助政府 未来制定相关法规 与制度时 能兼具多元声音 提升围绕都更的效益和效率 促进都市永续发展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早餐台前拿取饮料及甜点 再送到客人面前 由台湾厚道社会服务联合会 发起每月一次的等路下午茶活动 这回由泛美国际文教基金会 以及松山社区大学 号召百位社大学员 与恩友堂教会 为心智障碍者加油打气 70以来 就是说我们当然 希望能够帮助这些 身心障碍的朋友们 在做公益的同时 让大家能够去接受他们 所以我们每次安排的活动 并不一样 那今年呢 比较特别 那其实呢 现场也是有很多表演的部分 因为其实他们 在表演上还是可以的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很期望 就是说 能跟他们大家一种互动 然后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 然后最重要的是 要增进他们的自信 还有他们的信心 然后让他们感觉到说 他们其实是很 很多人给他很多温暖的 对 那像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我们陈氏小姐 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个 基金会的工作人员 还是会持续的继续支持 活动安排安康高中 六位特教班学子 担任服务人员 希望透过实地练习 让孩子熟练校内所学的服务技能 增进与人群互动的自信心 我们今天有六位同学一起过来 那因为今天是假日嘛 那在假日 有时候家长的安排上面 会有他的困难 所以我们呢 就是去跟家长讨论之后 也请了三位老师过来 然后陪着学生 有六位学生能够参加 让他们有这个机会 来参加这个活动 在特殊教育有关教育部的设定的课程 政策上面来讲 安康高中 我们的特教班是属于高中阶段的 所以他们在职业练习上面呢 是有包括校内的练习跟校外的练习 那我们这一次就是特别让我们的孩子们 在职业练习上面 能够能够接触校外一些职业的训练 那我们期待他们 未来在离开学校之后 他们能够有一份正直的工作 让他们也能够养活他自己 也能够照顾他的家庭 三位刚获选为陈氏小姐的嘉莉 也前来参加意义非凡的等路下午茶活动 用行动力挺公益 哈喽大家好我是陈玉宇 那我非常的开心呢 今天我们跟城市小姐们 大家可以一起来参加 我们这个HiQ等路下午茶的活动 那我本身呢 自己也很常办一些公益活动 参与非常多的公益活动 所以呢希望各位民众们 大家一定要一起来共襄盛举喔 谢谢 大家好我是许怡诚 很开心呢 今天能够来参加这个等路下午茶的活动 因为平常就是很少能参加到这样子的活动 因为其实社会上会举办这样子 关怀这样子朋友的 其实就是不多啦 所以很开心能来参加这个活动 也希望这个活动能持续办下去 谢谢 大家好我是庄雨昕 非常开心今天能够参与这个活动 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活动 让社会大众能够关注到这些朋友 然后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能够增加他们的自信心 活动中还安排哲义乐团 带来精彩演出 以及特奥小英雄点燃希望之火仪式 希望藉由这充满意义的活动 为心智障碍者与社会大众 搭起桥梁 传递爱的力量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50件食品龙器具 及22件循环杯 其中有三件的产品标示 不符合规定将依法处新台币 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的罚还 并要求业者将违规的产品回收改正 市面上食品容器循环杯琳琅满目 为维护民众使用安全 卫生局质量饭店 富应用品店 五金百货商店等处进行抽验 共计抽验50件食品容器具 及22件循环杯 食品容器具品质及循环杯的清洁度 其中三件产品标示不符规定 将依法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罚还 并命业者将违规产品 限期回收改正 台北市卫生局其实每年都会做 市售食品容器具的一个抽验 那今年也比较特别 我们就配合环保署 也就是高福环保局 在推动的环保杯的一个政策 那民众对于它的一个清洗状况的安全 事实上都还有一些疑虑 或者是说非常的关注 所以我们在这次的专案里面 除了例行在抽验50件的一个 食品容器具以外 我们针对于环保局 提供我们就是环保杯政策的相关的平台 跟通路也抽验了22件循环杯 来确认它的一个清洗的一个安全性 那针对了50件的一个食品容器具的品质 跟22件循环杯的清洁度 在检验的结果都是符合规定的 那只是在容器具里面有3件 它的表示是不符规定 那整体的一个抽验来讲的话 如果以容器具的抽验 我们大概有23件的一个塑胶类的产品 有6件是容器有淋膜的部分 那有6件是烘焙子跟调理子 15件是纠缸的部分 那当然依旱的属性 我们会做材质的一个鉴别 还有耐热性 还有容器试验 中文A等等 那这部分的话 3件标示不合格 有2件呢 是一个水壶跟一个保鲜盒的部分 它是在本体上没有材质的名称跟耐热的温度 那因为它是重复性使用的一个器具 所以其实外包装拆除之后 这些资讯就会不见 所以依法它事实上要用雕刻或者是打印 或者是设计的方式 要在本体上显示这样的一个资讯 那另外一件的话是一个 4个左右4个容器 那它的最小贩售的一个包装上是没有制造日期的 那这部分的话 我们会一起相关县市卫生局这边进行採索 那当然22件的一个循环杯的部分 它的主要来源来自于我们台北市有合作 循环杯政策的13个连锁平台 那我们检验的项目就针对它的 清洗的一个清洁度来看的话 最主要是检验它的淀粉残留物 脂肪残留物 还有就是晚期本黄酸塩的APS的一个残留 那在整体的检验结果都是符合规定的 那以上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会持续去监测我们的一个容器具的一个安全 那如果有相关的一个标示错误 也会要求业者这边要进行下架进行改善 卫生局表示 塑胶类食品容器具耐热温度 可能因为不同规格或经由不同加工方式制程 使得实际耐热温度有所不同 故应以制造商标示为准 消费者应选购标示完整产品 并依照标示事项正确使用 当产品发生破损或裂痕 应立即更换以确保安全与健康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法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集中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涉及技能的篮球国手余祥平 在今年杭州亚运来球3对3赛事中 创下新纪录拿下了金牌 市长谢国良亲自颁发奖励金50万元来鼓励 看前面 谢谢 金融市长谢国良亲自颁发奖励金50万元 勉励亚运金牌选手余祥平 再接再丽成为今年学址的榜样 也替我们基隆真光 在亚运拿了一份金牌 那我首先也讲就是说 我感谢我们金融市议会的同一长 他也非常关心体育 他也特别提醒我 就是说祥平这样的表现这么好 那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有机会 来做一点鼓励 好专益这样子 那我想我们就请教育处 已经都规划了 那相关的内容大家也都了解 就是希望祥平能够成为青年人的榜样 继续鼓励更多的基隆的运动选手们 在亚运甚至未来 在更多的赛事都可以拿到更好的成绩 那我们也会不但就是说 提供该提供的奖励以外 那一天跟很多选手 会跟你报告 把我还有报告 就是说跟很多选手跟教练分享 对于选手们的未来的规划 也是未来我们教育处 在体育政策上面很重视的一番 涉及在基隆的篮球选手余祥平 在今年亚运赛事中 打破台湾篮球项目 六十年金牌荒的记录 拿下金牌 市长谢国良 特别指示教育处 演绎奖金办法 颁发奖励金五十万元 作为鼓励之外 更是亲自向余祥平的父母表达恭喜 当面听取余祥平 对于篮球经验分享 一个成果就是 最后回合给家人 然后教练就是他们 觉得这是自己在学习的地方 拿这个成绩来 也让基隆市看到了 在运动这一块 有很大的幸福感觉 希望今晚有更多优秀的人 才可以为他们想 议会特别的关心 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经过了讨论后 决定颁免五十万奖金 给祥平作为他 获得亚运金牌这样的鼓励 那不过我想如果未来有 类似的选手 在亚运一样得到这样的成绩 我想我们一样会比照 这样子的一个奖金跟鼓励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鼓励 更多的选手们 替基隆市创造更好的成绩 余祥平父母的职业是物理治疗师 在亚运赛事全程陪伴 以行动力挺孩子 余祥平说未来希望能够 然后波控回到家乡 指导学弟妹 为基隆培养在地优秀人才 尽一份心力 记者黄少铭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基隆百福国中大礼堂 这周末有一场武艺嘉年华的活动 超过300位妇女与长者表演柔力球 健康舞等 活力与热情一点都不输于年轻人 七堵区五一嘉年华在百福国中登场 来自七堵区三百多位热爱跳舞的妇女 而长者跟着音乐旋律摆动身体 也打起了柔力球展现运动之美 很容易很容易你不会跳球就捡起来就好了 那我们还有跳舞的不一定 你看我们刚刚也有子弹鼓 所以说这是可以以静自动的 不一定是说会不会的问题 只要大家肯走出来 只要走得出来 那就是对我们社会的一大贡献 不要窝在家里就变成了身体 什么病都出来了 武艺展的活动我们也行之有年 这个对我们国民的健康 生活的提升 有相对的提升我们生活的品质 包括基隆 柔力球 活力健康舞 土风舞 太极舞等团体 依据进行表演 其中不乏银法族 也跟着舞动享受舞蹈乐趣 我们非常谢谢我们七土区的提卫理事长李永亮 来办理这活动 也是第一次我们把舞艺推展到各区 明年在七土区还要办理七土区的社区全民动 让我们的基层大家做运动 身体会健康 也非常谢谢我们小爱爸爸市长大力支持我们的运动 谢谢一位全力支持我们体育会办理的所有的竞技全民的运动 市长谢国良 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议员张肯辉 曾宜芳 蔡旺莲和民进党立委参选人郑文婷都特别到场参加 肯定金融市体育会推广体育成效 鼓励金融市民多运动 其实舞蹈 舞蹈让长辈们 让姐妹们 让很多长者们 大家都可以运动 然后健康流汗 因为现在运动真的很重要 我觉得真的一定要提倡更多的运动 我们国人跟我们的市民才会拥有更多的健康跟平安 那我们也感谢郑锦州理事长在这一路上对于金融的体育活动都推动不遗余力 300多位民众齐聚百福国中礼堂 以舞会友展现舞异特色 也享受运动的乐趣 记者 黄绍民金融报道 选举进入倒数70多天 舞蹈籍金融市立委参选人王醒之 11月5号在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王醒之强调 未来进入国会后 第一件要推动的就是财政收支划分法的修法 才能根本性地解决金融市财政结构的问题 王醒之 无党籍立委参选人王醒之 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支持者热情相挺 王醒之投入选战 强调进入立法院之后 第一件事要推动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 改变中央统筹分配款 长期分配不公 这样才能够解决基隆的财政问题 我们想要邀请更多的朋友 来跟我们一起推动整个基隆市未来的改变 改变基隆市长期以来二等城市 而且是贫穷县市的处境 所以醒之进入到国会之后 首要推动要改变的 其实就是中央跟地方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我们要开始修改财政收支划分法 这件事情 基隆市长期以来的自筹财源 竟然只有25% 而加上统筹分配款之后的自主财源 也不过就是财50% 所以长期以来都必须要仰仗中央的资源 你看中央的脸色仰中央的鼻息 在这个过程当中 基隆人永远只能每天过万圣节 不断的跟中央吵架才会有糖可以吃 这件事情其实对基隆长期以来的发展 并不是好事 所以你可以看到基隆市的烂路 我们如果要修基隆市政府会说没有钱 基隆市政府需要盖人行道的地方 基隆市政府也说没有钱 甚至我们的邻里公园需要定期维护 基隆市政府也一样说没有钱 而我们最在意的国小营养 国小营养午餐希望能够比照双北的品质 也需要钱 但是基隆市政府也说没有钱 甚至最夸张的是我们连基隆市公车 都是去采购别的县市淘汰下来的二手车 这个东西是我们基隆市长期以来的处境 作为一个二等城市的感觉 其实并不会让人觉得骄傲跟舒服 王醒之也向基隆市民喊话 这几年他与团队在环境正义 居住正义交通正义阶级正义上的坚持 其实就是超越党派也超越了蓝绿 非常非常感谢有很多的民众给我们各式各样不同的小额捐款 我们连选举方法也都很清楚知道 我们的选举花费只是对手的十分之一左右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需要大家的支持 共同来跟我们推进这场民主3.0的运动 我们特别会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许多基隆市市民是已经长期对蓝绿失望 对家族政治失望 然后也认为过去这种旧政治的方法 其实并没有办法让基隆带来更好的可能性 我们想要特别呼吁在基隆市的中间选民 千万不要对政治失望 呼吁你出来投票 我们也希望你可以多多的比较 几位不同的候选人 你就会知道说我们是一种新政治的可能性 是我们可以共同来推动的 有别于其他参选人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动算声不绝余耳 竞选团队把欢呼口号动算 改为王醒之送进国会 呼吁大家不分蓝绿一起踊跃投票 追寻一个全新的政治价值 记者 王少民 基隆报导 基隆市第一座专位55岁以上银法族 找工作的银法人才服务据点 在市长谢国良 社会处长杨玉兴 劳动力发展署副分署长李燕玲等人 亲自参与下正式揭牌运作 在基隆市长谢国良 社会处长杨玉兴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北基 宜花金马分署副分署长李燕玲 以及基隆市劳资和谐促进会 理事长李学伦等人亲自参与下 基隆市第一座专位55岁以上 没和中高龄以上银法族找工作的 银法人才服务据点正式揭牌运作 还辅导协助社会各个行业 来有人力资源的加入 因为事实上现在好多行业都找不到 适合的这个服务人才 所以我们非常开心能够跟我们的这个中央 来合作打造这个好的服务人才的一个据点 然后就我们的媒合还有训练等等 能够这个一起努力 那我希望现在呢大家都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健康就可以继续把自己的一份力量 贡献给这个社会 开发银法的劳动力 来补足产业的一个人力的缺口 那也可以促进就是中高龄的劳产力 那除了法治面之外 我们更进一步跟市政府来合作 我们希望在每一个乡镇据点 都有一个银法据点的成立 那成立了之后 我们希望可以引发者 可以带给引发者一个一站式的服务 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 这个一站式的服务 我们今年到今天为止 在全国总共成立的第15个了 也就是未来我们希望每一个乡镇都有 而且不止一个 那我们当然也期许金融市政府 未来不是只有一个 可以满地开花 如果我们这个企业的雇主 他雇聘了这个符合我们规定的 这个中高龄的大哥大姐们 直接的补助他的薪水 每个月一万五千元 这是for全职的 如果您是part time 如果我坚持的话 一个小时的时薪 补助雇主 八十元 不得了 这是不得了 而且为期一年 首座银法人才服务据点 位在爱三路九号四楼之四 市政府社会处长杨玉新 欢迎银法族朋友来这里找工作 或是咨询相关工作 媒合事项 投入适合银法族工作的 劳动就业市场 有就业奖助及辅助资源 我们这里银法人才的据点 最重要要提供55岁以上的朋友 如果你想要找工作 你有任何法律的问题 有任何想要咨询的地方 甚至你想去参观各种的职场 你都可以在这边登记 会有人来专业的服务你 那同时呢 也服务我们的雇主们 如果你有禁用了 55岁以上的银法人才的话 那么我们中央政府 会补助我们每一个企业主 一个同仁一个月 一万五千元的补助金 那这欢迎所有的雇主 能够勇于来聘雇 我们的银法人才 市政府衡量交通便利 选择邻近庙口以及仁爱市场 成立银法人才服务据典 采一案到底就业服务 辅助银法族朋友 在职场上稳定就业 和青年人一起努力 让社会更好更进步 也促进轻盈共融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深美国小在10月份 发生的营养午餐事件 市议会一直都非常的关心 卫生局公布检验结果是 无法判定 为符合食品中毒事件 10月份 深美国小营养午餐事件 市议会一直非常关心 而基隆市卫生局 已经公布检验结果是 无法判定为符合食品中毒事件 市长谢国良也说明 为什么会有这种检验结果 这一次的检验报告出来 是有几个孩子有呈现 诺罗病毒 那没有办法来确定 真正食物中毒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事实上有六成 从卫生福利部所爆出来的这个数据里面的显示 有很多的食物中毒最后都找不出实际的原因 那本府对这样子的情况也很了解 那我们目前为止 其实还是会继续努力的 来让我们的食品安全更稳定更稳健 那我也是每个礼拜都会折几天 去第一线的学校跟校长共同来努力 市长也强调 目前没有后续相关处分计划 会尽量努力打造好的食安环境 我们目前没有后续的相关的处分的一个计划 那过去我也跟大家报告过了 我们调整教育处长 也有我们自己内部的原因讨论 那总之我们会继续努力 尽量打造好的食安环境 来跟大家分享 而对于市议会关心 因为这件事下台的前教育处长刘美兰 以及深认为教育处代理副处长徐燕丽的人事案 谢国良表示 更换前教育处长不单纯只是 这次深美国小营养午餐的事 而是还有其他教育处里面的事 至于升任徐燕丽为代理副处长 也是在这次事件之前就决定了 那但是教育处长的离子 其实跟我们的一些其他处里面的一个原因也有关系 不是单纯因为这个食物中毒事件 那就像我们讲的就是 就是当初代理副处长决定的时候 公文甚至公文发布的时候 这个食品安全事件 就是疑似食物中毒罪也没有发生 所以我想我们会继续努力 把我们教育处的业务跟 其他的这个食品安全的议题 来把它做好 谢国良也不忍心的透露 徐燕丽代理副处长请假 没有到市议会开议 是因为他罹患癌症 正在医院进行化疗 因为最近罹患癌症 所以正在进行化疗当中 那议会的同仁也都知道这一点 因为我们知道 以一个副处长必须要请假 然后时间上也不算两周以上 也不是一件小的事情 那所以我们也很重视这一点 所以我们有很详尽的告诉了 所有的议员他的病因 跟他现在在做化疗所需要的时间 所以还是希望议会的先进 长官给病人多一点点的时间 让他能够恢复 我想我对他的恢复还是有信心的 恢复好后我相信就可以 回到职场来继续工作努力 对于有市议员认为 等到徐燕丽康复后 应该请他到市议会 针对深美国小 这次营养午餐事件 进行专案报告 谢国良表示非常好啊 也希望议员们再给这位 外号严重优秀的代理副处长 徐燕丽一点时间 专案报告非常好啊 我想没有人会对这个专案报告 有抗拒或者是想要拖延 生病都不是大家需要的 更何况是要做化疗的病情 所以请议员们再给他一点时间 那他一定会好好的来跟议会报告 我们想要做的国际合作业务等等 不按照议会的体制 主报告人还是我们的代理处长 副处长就是做他的应尽义务 我们这位严重优秀的 这个代理副处长 这个编号是 封号是民进党的议员们给的 那他会尽他的努力 做好他的工作 第三届基隆制胜奖全国书法总决赛 在暖息国小礼堂登场 今年首度以全榜输的形式竞赛 每一件重品都展现辉煌的气势 一张张拥有流畅快感的大字 让评审很伤闹精 从400多位参赛者中进入 基隆制胜奖全国书法比赛总决赛的百人 齐聚暖息国小辉煌 以榜输的形式 完成指定任务 至少就要写大 就要有气势和完整的布局 很开心 因为这一届真的特别 因为他是标榜全榜输的 全榜输的就会变 那个临场发挥 大家要很有表现 因为要写很粗有点难 是有点紧张 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写 难度很高 就是我第一次参加台湾的书法比赛 对 很特别 算蛮奇特的 因为这种比赛不常见 它部分就是那种 比较多字数的 这种少字数的 比较少见 别于一般书法比赛的形式 让参赛选手觉得新奇与挑战 颁奖典礼现场贵宾云集 主办单位 台湾制胜文化艺术学会 和中华书道学会 期盼透过比赛 推广传统艺术 并创新文化生活 今年是从国小到长青组 全部都用榜书来比赛 学习书法不只是可以修身 养性 还很疗愈 而且还可以养生 延年益寿 我相信这是 现在人 学习的最好的一个艺术 那么 虽然有AI 但是AI写不出感情 AI也写不出笔触 所以AI也写不出你内心的话 所以我希望 人人都写书法 拿起笔来发扬我们的国粹 发扬光大 就是要发扬书法精神 陶冶性情外也能疗愈身心灵 带有标题性值大字的得奖榜书作品 都在台湾制胜文化艺术学会的网站中 欢迎大家上网观赏 共同推广世界独特的书法艺术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 Kirsty 转小看 营养化炭重绝者 那颗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 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一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单用电热水器 那颗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期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